那么老师应该教什么 用什么方式教 在什么时候教什么东西 那么教授的这些内容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都必须要精心的准备 这样才能营造一种比较放松的课堂气氛 帮助学生减少为难的情绪 那如果你教授的是16岁以上的青年 或者是成年人的话 非常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年龄段的学习者 他们是下意识的主动的学习者 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不断的思考的 他们需要不断的明白 掌握老师所教授的内容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举一反三 而不断的达到阶段性的成就感 这样才能够非常有信心的 继续地学习下去 非常有必要先用简洁的语言 讲授一些非常基本的重要的概念 或者是知识 然后呢再过渡到更加具体的内容上来 至于过渡到什么内容 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怎么衔接 那也是需要精心准备的 如果你教授的是青年和成年人 在课堂上尤其是在初学者的课堂上 大量地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 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当然了 如果你教授的是儿童的话 这样的情况又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是先教他们规则 然后让他们应用这些规则呢 还是说我们先教他一些内容 然后慢慢地呢 从这些内容当中来总结规则 如果你教授的是青年和成年人 那么最好还是一开始把规则先告诉他 比如说声调啊 比如说汉字的这些规则啊 都需要先告诉他的 因为他是下意识的主动学习者 他的头脑里面应该是 会要做积极的思考的 他需要明白这些规则 他才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如果你教授的是儿童的话呢 儿童你可以通过游戏 可以通过肢体语言 让儿童反复地在不同的情境下 重复你需要他掌握的内容 然后慢慢地呢 他们能够抓住一些规则 所以说呢 年龄段不同 教授的这个方法是非常不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